到底是一辆什么车 竟能让爱车如命的大壮如此嫌弃 就在今天 资深车贩子迈克又挂上自己心爱的小拖车 出门去收一辆产自70年代的英国小跑车凯旋TR7 相信大家对这辆车肯定很陌生 它曾经凭借着其丑陋的外观和高居不下的故障率 被英国媒体评为史上最烂的英国车之一 而且大壮也明确表示过绝不能收这款车 但是这次是迈克吃秤妥铁的心 非要收下这辆TR7 主要是卖家开出的价格让迈克无法拒绝 仅仅只要2000美元而已 其实对于全世界大部分的车贩子来说 世上没有不能收的车 只有不能收的家 很快来到了车辆所在地 车主在电话里说过 卖这辆车它实在是不好意思出警 让迈克自己看就行 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车况 各个板件包括缝隙都还挺正常 基本可以断定这车没有碰撞事故 后备箱里还有一些小惊喜 看起来都是这辆车的备用零件 打开发动机盖 给迈克下一机灵 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爹的手里 硬是在进气气管上又接出来一根管子 把用双化油气都跑不动的发动机 愣是改成了单化油气 而且用的还是大众甲壳虫的配件 按迈克的话讲 车贩子待干不干二十来年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神奇的改法 真是长见识了 启动了发动机挂上了档 没想到这车还真能跑起来 要知道这辆车在设计之初 即使采用双化油气公有 它这颗四缸发动机的最大马力 也有可怜的86匹 而经过原车主的改装升级 现在这辆车的马力 要是能有原来的一半 那都算烧了高项 在迈克油门踩到底的情况下 这辆凯旋T27 最快只能跑到64公里 对一辆敞篷跑车来说 属实是够惨的 当然这还不是它全部的问题 迈克说在转弯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不顺畅 看来底盘也需要做相应的整备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只要2000美元的价格而已 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给车主发了红包之后 这辆1979年的凯旋T27 就被装上了拖车 据迈克说 皮卡拖着T27都比他自己跑得快 很快就回到了车厂 大壮见到这辆车后 内心几乎崩溃 他不敢相信迈克花了 他们共同的资金 买了一辆凯旋T27 而且还是橘色的 这也打破了他保持至今的原则 那就是到死也不买凯旋T27 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 毕竟大壮还没看 发动机舱里的情况 对于凯旋T27 原厂的动力总成 大壮的理解那是一坨垃圾 而对于眼前这辆车来说 恐怕要在大壮的理解上 再打个对折了 打开了发动机盖 现在大壮唯一想做的 就是把这辆车扔进垃圾桶里 不过英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大壮也只能硬着头皮 接下这个案子 来到了工位上 按大壮的习惯 第一步需要整备的 肯定是发动机的部分 拆下了碍事的发动机盖 大壮是一边拆 嘴里一边嘟囔 怎么会有车能瞅成这个样子 万幸的是原车的双枪化油器 没有被前车主扔掉 其实它们根本就没有损坏 换掉它们的原因 可能只是因为 平衡这两颗化油器工序太复杂 在把原厂化油器装回发动机前 大壮想给它们做个深度的保养 分解并清洗好两个化油器 现在就可以替换掉一损零件 再把它组装回去 首先就是这个福子室 它就像化油器的油箱一样 这里可以储存40毫升的汽油 等待着随时被吸入发动机 而控制它进油量大小的 就是这个福子 它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 当福子室是汽油减少 福子就会随之下降 顶在福子的另一端的阀门就会打开 重新将福子室灌满汽油 等到福子飘起来 阀门就会被关上 就跟家里马桶水箱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 稳定且高效 其实这个系统早在1885年就被发明出来 而且发明它的两个人 我相信你还都认识 它们一个叫麦巴赫 一个叫戴姆 安装好福子 下一步就是按部就班的 组装好化油器的每个零件 当然像皮碗和垫片这种易损件也要统统更换点 在保养好化油器之后 就可以把它们安装回到进气气管上 再与发动机做结合 拧好了固定螺丝 现在这辆车在机械方面基本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在大壮拧螺丝的时候 发现这辆车发动机舱里的线数非常混乱 到处都是凌乱的街头 这可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降低这辆车自然的风险 大壮决定给它换上一组全新的车头线数 拆大线就要从其最远端开始 首先就是大灯和喇叭线数 再把线数从车头抽出来之前 一定要先找根结实的绳子玉埋在里面 这样在安装新线数的时候就会省很多事 用同样的方法抽出叶子板里的走线 这些线数最终会汇聚到仪表台下方的保险盒里 遗憾的是想要拆掉线数 就要先拆下整个仪表台 光想想就觉得很麻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大壮终于拆下了整个仪表台 但是祸不担心 这里的线数同样非常混乱 看来有问题的不只是机舱线数 仪表线数现在也要一并换掉才行 拆下了所有线数 接下来的工作就要交由迈克来完成了 考虑到这辆老英国车在美国的保有量很低 为了不耽误时间 迈克直接飞回了英国去找这辆车的车头线数 经过多方寻找 还别说真让迈克找到了一家专门从事汽车线路的企业 他们不仅有一些全新库存的零件 对一些特殊的线数他们还能进行纯手工制作 而且都是按照原装的规格制作的 所以现在只要拿着这些线数回到车上插好插头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 大壮这边也没闲着 之前迈克在试驾过程中发现这辆车转弯很不顺畅 经过大壮的检查 发现这辆车的后悬挂几乎没有回弹 这大概率应该是减震器的问题 翻开后置雾板 拆下后避震器的固定螺帽和电圈 从车底就可以拿出整根减震器 很明显拆下的减震器已经彻底弯曲变形了 这也是导致它不能上下移动的原因 好在新的减震器非常便宜 安装也足够简单 只要你有一个千斤点 在家自己动手都能更换 其实减震器中含有液体和气体两种物质 当它被挤压后会自动回弹 这时里面的液体在起作用 但是在长时间颠簸之后液体会有起泡的风险 如果有气泡的出现 液体就会失去碾 减震器也会随之失效 不过由于里面有高压气体 压力会防止气泡的产生 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装好了减震器 全新线束也被送回了车厂 秉着先拆的后装的原则 首先着手处理的就是仪表的线束 借助之前买好的绳子 安装线束虽然麻烦 但是好在没出什么问题 把所有的橡胶堵盖塞到位 现在只需要把线束的两端 接回到保险盒和用电设备 这样电路的工作就安装完毕了 再把仪表台装回到车上 至此 这辆1979年的凯旋T-R7就被整备完成了 虽然大壮非常讨厌这辆车 但他还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那就让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这辆车的整备又花费了多少钱吧 首先买车只花了2000美元 丢失的化油器支架花了30美元 保养化油器所需更换的一损件是95美元 两根后避震器花了50美元 车头线束一共是928美元 总成本最终花费了3103美元 别忘了还有大壮辛苦付出的15个工时 花了这么大的工作整备 怎么能不亲身体验一下成果呢 当耐克邀请大壮去试驾的时候 没想到遭到了大壮言辞拒绝 看得出大壮是真的讨厌这辆车 而且他不相信麦克能把这辆车卖出去 毕竟凯旋旋T27可是辆远近闻名的烂车 就连原车主在卖车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出镜 不过麦克倒是非常有信心能把这辆车卖出去 而且他敢打赌他肯定能卖个高价 不然他就到吃屎 让大壮一定要相信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麦克说 他已经以6000美元的价格把这辆车卖了出去 只是买家不好意思出镜而已 这还是本节目第一次遇见卖家和买家都不好意思出镜的情况 也不知道麦克说的是不是实话 毕竟边瞎话可是车贩子的基本功啊